吴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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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聽過一個叫范喜良的人嗎 沒有 我打聽一下 你聽說一個叫范喜良的人嗎 不知道 這位大姐 你聽說過一個叫范喜良的人嗎 她是修昌成的 沒聽說過 你 你就是那個孟江女吧 我是啊 這位大哥 你聽說過范喜良嗎 她是我丈夫啊 我沒有見過你丈夫 不過我聽說過你巡夫十年的事情 你就是在長城巡夫的孟江女啊 怎麼你還沒找到你丈夫 是啊 我還沒找到她 你別著急 我們幫你一起打聽 這些楊城啊 來往的人多 說不定會有人知道的 多謝二位了 沒事沒事 多謝了 風老鼓風老鼓來看一看 你看我這鼓多好玩啊 來看一看啊 來來來來來看看啊 來來來來看看啊 姑娘啊 你見沒見一個叫做范喜良的人 是修昌成的對嗎 你見過她 我沒見過她 我沒見過她 不過我倒想問一問 為什麼每個人都在找范喜良 她到底是什麼人呢 姑娘 你沒聽說嗎 那我和姑娘好好說一說啊 話說呀 這十年前啊 姑娘 娘娘 您的藥 辛苦你了 小月 你怎麼眼睛紅紅的 是不是哭過 是誰欺負你了 沒有 娘娘 沒有人欺負我 我只不過是在街上 聽到了一個故事 哦 那你說給我聽聽 她現在到了咸陽城 她的故事在城裡都傳開了 現在每個人都在幫她打聽 這真是世界最真摯的感情 這個孟江女太讓人佩服了 小月 我一定要見見她 可是娘娘 這是在宮裡 她怎麼能進來呢 你哥哥不是中車斧令嗎 讓她想想辦法 喏 娘娘 我把孟江女帶來了 你就是尋夫十年的孟江女 正是名女 正是名女 孟江女拜見娘娘 哦 來 起來 你的故事我已經聽說過了 今日得以相見 心中倍感親切 你歷經辛苦奔波了十年 今後打算怎麼辦 我沒什麼其他的打算 還是要繼續去尋找我的丈夫范喜良 不管結果如何 不管走到什麼地方 我都要找到她 我知道 你們一定都覺得我很可憐 這個你們不用說我也能看出來 但是現在我要告訴你們 打我心底裡 從來都沒有覺得自己可憐過 從一個地方 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的心裡 永遠是充滿希望的 畢竟她是我的愛郎 我知道 她一定在某個地方等著我 好 小月 我有一件事情 要拜託你 娘娘請講 我也要去 孟江女 嗯 那你老婆的名字 你懂知道吧 我知道 她叫孟江女 孟江女 那她丈夫 是不是叫范喜良 怎麼 你也聽說過她 何止是聽說呀 在長城的時候 我的腳 就跟她的鎖在一起 後來 我被抓去了圖安 她就不知去向了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更應該幫她們了 可是 要在長城找一個人 非常的困難 要不然 孟江女也不會找了十年 都沒找到了 那該怎麼辦呢 我想到了一個人 她一定會幫你的 只要你開口 她什麼都會答應 啟奏陛下 李妃娘娘求見 快選她上來吧 臣妾參見陛下 愛妃今天 怎麼想起穿這身短打了 真好看 回陛下 這是圖安的獵裝 陛下知道 圖安是擅長狩獵的國家 人人都是好獵手 臣妾也喜歡狩獵 今日有了興致 想請陛下 一同前去狩獵 朕正午繁忙 無法脫身哪 那如果陛下不能去 那就派一個人陪臣妾去吧 也好 你看誰去何止啊 那就讓朕好好想想 陛下不用多想了 在前來咸陽的路上 臣妾深知蒙田將軍擅長捕獵 不如就讓她陪臣妾去吧 好 那就依著愛妃的意思吧 有蒙天將軍陪你一同去狩獵 去 傳朕的口譽 有蒙愛卿 陪立妃娘娘 一同去狩獵 多 多謝陛下 將軍 你找我 剛才陛下下旨 要我負責陪伴立妃娘娘去圍場狩獵 立妃娘娘 她可是陛下最寵愛的妃子 蒙將軍此次責任重大 我知道 所以這次才找你前來商議 將軍 打算帶多少人嗎 這個我們一會兒在意 來 你幫我看一下 穿哪套衣服去見立妃娘娘 才能不辱沒我們蒙家軍的威名啊 將軍 這套怎麼樣 這套嘛 好像太不謙遜了吧 那這套呢 這套嘛 也太謙遜了吧 這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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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恭迎娘娘 蒙將軍平身吧 謝娘娘 龐將軍 好久不見了 你一向可好 托娘娘紅服 微臣好得很 那好 我們出發吧 諾 出發 上爬 出發 看看 旅行 給我的 这两只天鹅真美啊 娘娘果然是洪福齐天 初次狩猎就遇到天鹅 如果能把她射中更是大吉之招 来 娘娘为何苗而不射啊 你们静下来听一听这天鹅的鸣叫 传说中天鹅一生就只有一个伴侣 一只死了 另一只呢也会哀鸣而死 堪比坚真的夫妻 所以我不愿意射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让他们比一双飞 娘娘宽厚人责 不只是天鹅的夫妻 是天下百姓的夫妻 蒙将军说的有道理 除了天鹅 我也应该帮助天下的有情人 只是这件事情还要靠蒙将军的帮助 娘娘是不是在这小川和他的关系 你出来吧 娘娘 娘娘 她是 你不用怕 把你的故事告诉将军吧 是 将军 明女 名为孟将女 xy啊 zeры 这是什么一个 好好说 袁女的丈夫 被征修筑长城 已经十年没有殷刑了 民女薰夫十年走万里 从渤海到嘉御官 至今都没有见着我丈夫的面 将军 民女求您 帮我找找我的夫君 这 这恐怕不太容易吧 可是将军是长城的都造官 只有你才能帮助他找到丈夫 征修带他们向将军求情 请不要让他哀命而死 既然是娘娘的意志 臣不敢不从命 孟将女 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 她叫范喜良 范喜良 你丈夫叫范喜良 将军 您见过我丈夫 我知道这个人 大人 大人 末将愿助孟将女一臂之力 如此甚好 庞将军听令 我命你 带孟将女巡夫 得令 命你谢谢将军成全 御术替他们谢谢将军 娘娘请起 臣 哪敢受娘娘一败 陈女巡夫 请娘娘收回 你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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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 我们就一直被监视着 开始他们还遮遮掩掩 明抢安脱 现在完全是赤裸裸的恐吓 从往我们饭菜里下药 倒给高兰送来蛋糕 直接驱使利用我们打开宝盒 所以我提议 先暂停查找宝盒的工作 弄清楚他们的身份 伯父 我觉得这样可不行啊 那天那些人在电话里说了 说他们等不及了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耐心了 万一老哥和小川 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啊 我倒认为 现在人在他们手里 如果我们真的把他们逼急了的话 那小川和高耀恐怕会更危险 你们想一想 他们是非常的狡猾 他们主动把宝盒交还给我们 支持警方的线索也断了 如果我们再继续查下去的话 恐怕到最后是一无所获 那我们就任人驱使坐以待逼 不 我觉得与其费时费力地追查下去 不如我们来个引蛇出洞 我们还是继续追寻宝盒 我觉得目前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地图被烧了 线索也断了 我们就是想努力查下去 也查不下去啊 地图的复原工作怎么样了 还是有一些问题 当时的地形地貌都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地方呢 跟谷地图上完全不一样 修复呢 现在非常困难 我就说嘛 既然这么重要的东西 早就应该准备一个备份呀 或者拿朋友照相机照下来也行啊 你现在说这些马后炮有什么用啊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还有心的上网聊天啊你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你看 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不是个摄像头吗 没错 来 你跟我来 来 有一天啊 我记得我们在发动机盖上研究地图 你想想 监控系统有可能拍下地图的录像 那我们赶紧查一下硬盘吧 好 走 走 去电脑上看看 输入密码 找到了 找到了 我们那天去的地方 它全记录下来了 对对对 就是这里 往回点 你看 这就是被烧毁的那一块 太棒了 成功了 我得把它存下来 好 对上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下地图的问题解决了 看一看下一个坐标在哪儿 当归 这儿呢 红色续号是十五 十五 黑色续号是十六 这不是一块破旧的长城吗 大传 你立刻找到目标的位置 我们所有的人回去准备 随时出吧 好 好 好 我就知道 他们一定会想到办法 他们只是运气好罢了 运气 是会光顾有准备 又有实力的人 所以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很有运气 而你们 实力还不够 你总是不相信我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只能相信一个人 那就是自己 随便你这么说 反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怀疑我们的动机了 我想 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 受我们操控的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动机 但是 他们还是不得不低头 老老实实为我们工作 这 才叫控制 这 才叫折磨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来 祝他们一路顺风 早点能为我们打开宝盒 陛下 臣等愿为陛下 向丽妃娘娘的母后助酒 好 王后不辞千里 跋山涉水 来朝见陛下 探望丽妃娘娘 李思瑜众大成以这杯酒略表恭迎敬意 多谢陛下和丞相的美意 老臣此次前来 一路上目睹了大秦的强盛 咸阳的繁荣 如今 更目睹了皇帝陛下的威仪 真心钦佩 图安举国上下都仰慕皇帝陛下的威名 愿意臣服陛下永世不变 好 图安的心意朕明白了 朕要像宠爱丽妃一样照顾图安 多谢陛下 老臣敬上一杯 祝陛下万岁不老 祝大秦万事不灭 臣妾与母后同祝陛下 好 陛下 臣妾与母后多日未见 心中思念 请陛下恩准臣妾出宫探望母后 嗯 这是人之常情啊 朕准了 多谢陛下 大人 这次图安王后入主行宫 陛下轻点我们来这里助手 责任重大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哎呦大人哪 你就放心吧 三宝这回 调来的个个都是精明强将 而且啊 都是按照您的指示 布置的岗上 好了知道了 时间快到了 你再到哥主去看看 我在这里恭候王后的车架 诺 大人 王后的车架来了 丽妃娘娘也一同来了 你说娘娘也来了 是大人 陛下恩准娘娘陪王后在行宫同住 这可太好 好意外 你赶紧通知各部 要加强守备 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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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 奶娘好看吗 好看 好看好看 公主啊 我还是看着你穿这身衣服顺眼 是啊奶娘 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图安 那就享受一下家里的气氛吧 母后 母后 来快坐下 母后 这里没有外人 我们终于可以好好说说话了 我们还是先谈谈国事 我们在咸阳的探子报告 说如今大秦朝廷上分两大派系 一派是扶苏和蒙田为首 另一派是李斯和胡亥 玉儿呀 一你看 他们谁强谁弱 谁将来会当政 谁又会对图安构成威胁 这个 怎么 难道你不知道 是啊 玉儿从未关心过大秦的朝廷内政 你 难道你忘了 你在离开图安前 我和你父王对你的吩咐吗 玉儿记得 玉儿来大秦 不是和亲享乐 而是要保持清醒 要了解清楚 大秦朝廷的内幕 以防有人 对图安不利 如果有机会 你还可以刺杀蒙田 什么 刺杀 对 母后知道 玉儿实在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请母后另派他人吧 玉儿 你父王为此忧心不已 所以特地的嘱咐我 要和你好好地谈谈 这次来咸阳 一路上目睹了大秦强盛 秦皇如果要消灭图安 那只是举手之劳啊 玉儿 蒙田这样的猛将存在一日 终究是个威胁 是个隐患哪 玉儿 我不强迫你立刻答应我 你可以 慢慢考虑考虑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干活快点 请问你们找谁 我乃蒙田将军的副将 你们这里是谁掌管 正是下官 不知将军驾到有何贵干 我来找一个名夫 叫做范喜良 范喜良 这个让我知道 将军你知道他 他 你们来晚了 他在三个月前已经病死了 他已经死了 我想看看他的目的 好的 来 你过来 带姑娘去看一下 是 大爷 姑娘 走吧 我自己可以 将军 她是谁呀 将军 她是谁呀 她是范喜良的妻子 叫做孟将女 她就是巡夫十年的孟将女 只可道 习很重 木队 他们是怎么 她是把这款军 走那儿 走走走走 走快 走走 夫君 这个是我们成亲那天 我带的红盖头 可是还没有等到 你亲手把他接下来 你就已经被带走了 十年来 我一直带着这块红盖头 想着哪天找到你 我要你亲手把他给接下来 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 求求你告诉我 你在哪儿 我们 夫妻对拜 夫妻 夫妻 你真的接下了我的感头 只要你一定能看到我的样子 听到我的声音 如果推到这长城 可以让你复活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夫妻 夫妻 你回答我 夫妻 十年的寻找 一招的永绝 泪水无法哭干 思念无法轻松 孟将军 只想留在这里为不惊首领 一直守下去 一招的永继续 你冷静点 我再想办法 我再想办法 我想办法 拜托 我的天啊 我可以做什么 他在血泪 他在死 他会死 我来想办法 拜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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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厂 你看那儿怎么了 快走 快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快帮他 拜托 快点 快来啊 怎么了 来看看 你看 他怎么了 他们是夫妻 这回事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可能是中暑了 昏迷摔倒了 可能有点轻微脑震道 那我开车送他去医院吧 对对对 快去快去 可是车坐不下呀 这样吧 爸 妈 你们留下来 我跟高兰送他们去医院 好好好 去吧去吧 我们留在这儿 来 帮我把他抬起来 好 来 小心点啊 来来来 好 抬起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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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当心点 小心点啊 妈 你们在这儿等着 当心啊 还好你们来了 嗯 起风了 看来要下雨 哦 是吗 咱们 哎 到那边去避避雨 好 哎 走吧 走 哎 给我吧 哎 干嘛 哎呀 哎 干嘛 我自己背得动 不用你 行了 别逞了 我毕竟是个男人 好 走了 就算给你个面子 哼 走吧 哎呀 不好了 怎么了 又断长城塌了 什么 又断长城倒了 好 走 去看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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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刚接到飞鸽传书 诺 臣 赵高 拜见陛下 什么事啊 臣有机密的事情要启咒陛下 下去吧 诺 有什么事 说吧 陛下 臣刚刚接获密报 蒙田他在监造长城 偷工减料 制造出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 什么是豆腐渣工程 就是质量不过关 下了一场雨之后 长城就崩塌了 你说的是蒙田 是 蒙田一家三代名将 是朕依仗信任的人 不可能 陛下 如果不可能 那为什么下了一场雨之后 长城就崩塌了呢 就要有仇人 说朕依仗买国之动量 此时 不可草率从事 待明日上朝之时 朕要亲自 问个清楚 陛下英明 不过陛下 这蒙田他一定会抵来的 你千万不可相信 赵狗 你心里怎么想的 朕还不知道吗 是不是蒙田参了你一本 你一直怀恨在心呢 陛下 臣冤枉啊 臣是巨石已报啊 好了 你先下去吧 谢陛下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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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怎么回事啊 启禀将军 有一段长城在暴雨中坍塌了 这是怎么回事 属下也不知晓 请将军治罪 这可是大事 上到我自己 下到民夫 所有修筑这段长城有关的人 都会被治罪的 将军 会不会是底下都造官员偷工减料所指 绝对不可能 所有独造长城的全都是我的得力干将 绝不敢偷工减料 这件事情是有蹊跷 来人 在 给我备马 我要连夜赶过去 查个清楚 诺 庞副官 在 你留在这里 替我处理大小事务 诺 将军 先生 你说怎么办 丽妃这两天正好住在行宫 不如我们去求求丽妃吧 诶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陛下最宠爱丽妃 丽妃去求情 说不定 可以免罪啊 免罪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可以拖上十天半月 这样就有时间 可以找出长城崩塌的原因 先生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去找丽妃娘娘吧 两位专进稍等 小月去通报一声 多谢 小月 我把事情都写在这个上面了 麻烦你交给娘娘 快去吧 诺 娘娘 易大人和庞将军求见 她们这么晚来有什么急事 这是她们呈上的 蒙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 如今她有难 本宫一定要去救她 多谢娘娘出手 娘娘 事不宜迟 赶紧娘娘 本宫这就进宫去见陛下 请两位将军放心 微臣 真不知该如何感谢娘娘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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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